剛在機車停在高雄三多二路 福德路機車帶轉區 紅色轎車往前衝 機車騎士來不及反應被撞倒 從另一個監視器角度看 男子準備過馬路 看到轎車衝上人行道 連忙閃躲還是被撞到 轎車繼續往前 撞進五金賣場的機車停車場 撞倒了十幾台機車 還差點衝進賣場內 就完全碰一聲 我覺得是搬滾 剛剛是他們通知你 對 他們通知我下來 那你怎麼說 他就說樓下有出車禍 然後叫我下來看看 車有沒有被撞到 就無奈啊 也太衰啊 我已經一個月內出貨三次 談這一次啊 被撞機車倒下零件四散 車主接貨通知查看 慶幸事發當時不在場 事發後有騎士 傷勢輕微自行就醫 開車的駕駛市民 年約六十歲富人 頭暈沒有明顯外傷 意識清醒 包括遭波級的機車騎士 和路人在內 共有五人送醫 十九台機車受損 原本要左轉 但是因為一時身體不適 物採油門 而衝撞上 山多路上人行道的機車 也造成了五名的機車騎士乘客受傷 同時衝撞到人行道上的機車 造成十九部機車受損 晚間在高雄發生連環狀 不止一見 高雄三明區頂立路上轎車 一次在路口為了閃避車輛 撞倒路邊大約十台機車 幸好沒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開車駕駛輕傷沒有大礙 三立學院章 加入欧欲文高雄報道